欢迎来到我们国家卫生研究员的Podcast的频道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玉轩医师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经济部技术处的秋秋会处长 处长好 玉轩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 经济部的秋秋会秋处长 秋处长是国立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的博士 也曾经在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台湾领袖训练计划 以及新加坡李光耀政策学院全球化与领导能力研究专班 做特别的受训 那秋处长的经历呢 曾经是科技部产学级园区业务司的司长 经济部工业局主任秘书 以及经济部的许多的要职 在2020年的10月份担任经济部技术处的处长 秋处长也曾经是我们行政院模范公务员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会请秋处长 先跟我们介绍他的学识历程 想要先请问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决定 念机械工程呢 谢谢郁轩的提问 那我想每一个人他会念什么样的一些专场领域 我想这个应该都有很多的机缘 做这样的一种选择 平常先讲 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当初我的想法是朝向比较不是理工的方向来做选择 因为我个人从小本身在一些比较文史方面的一些表现 国文的一些表现是比较好 所以其实是兴趣上并没有特别针对理工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 可能也许物质的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好像感觉上家里 社会上对于说男生在选择这个理工的这个题目上面 还是比较能够符合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的这个趋向 也许将来在求职等等方面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也算是依照了这个大家的这种期许 我后来就比较选择这个理工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选择 大概以上是我在整个选择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心路的历程 可以跟邱所长请教一下 您还记得当时的博士论文是做怎么样的题目吗 我当初在念博士的这个论文的这个主题 主要是去针对一些结构做设计 那这些结构设计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机器 或者是车辆乃至于说飞机等等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形状的调整 来让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风阻的系数可以变小 让它重量可以变轻 甚至于可以在更少的这个材料 更流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的话 它都还可以达到一样的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机械的一个强度跟性能 所以我当初的题目是比较偏向于是去设计一些结构 来让它达到最佳的一个机械的一些性能 大概主要是这方面的这个论文的主题 邱处长那时候做这么也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然后在毕业前夕或者毕业后 当时就想到说要投入公职吗 有没有想过在业界发展或者其他的选择呢 我觉得从事公职好像有点误打误撞 当初其实没有想到说担任公职 就是可能也许也有想到说到企业去做一个发展 不过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题目本身 有一点点跟当时的那个产业发展的那个需求 没有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 因为我做的那个技术跟那些理论稍微比较前瞻一点 因为当初在做一些机器 或者是说一些车辆的一些设计 可能台湾的这个产业的能力还比较偏向于是 比较OEM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比较没有自己本身还有可以去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能量 因为我当初做的那些论文的题目是比较是 真正可以跳下去去做结构的设计 可能也许也没有办法完全对到当时产业的这个需求 当然如果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是已经有达到这样子一个设计的能量 说不定现在产业界就有很大的这个需求 不过那个时候大概产业界可能会觉得说 我做论文的这个题目可能是太过于前瞻 可能在企业的这个应用上面的话 可能还有点距离 所以那时候有点误打误撞 就是觉得说那朝向这个公家机关的这样一个路线 来试看看这样 那就不小心考上公家机关了 所以就只一做到目前为止 大概也已经有做了有30年的时间了 处长那时候的低分工职是什么职位 其实我第一份的公职就是在经济部的工业局 在经济部的工业局大概待了有23年的时间 那我在不同的这个工业局底下的不同的这个部门都服务过 我是号称是在工业局里面 是担任最多单位的主管的一位同仁 就是说带过比如说像是电子资讯组的 然后金属基电组 产业政策组 还有知识服务组 乃至于永续发展组等等 带过很多组的这个主管 所以不同的这些历练的话 让我在不同的产业的一些发展的现况 或者是一些产业政策的一些制定上面 也很谢谢以前的这些主管台爱 让我有机会可以去历练不同单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能 也让我可以有更多面向的一些看法 我想那个请邱处长来帮我们介绍 经济部的工业局应该是最好的人选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对 像刚刚处长提到的 您曾经担任过的永续发展组 那产业政策组还有知识服务组 很感兴趣 能不能帮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呢 在工业局里面 它是比较用这种不同的这个领域 产业别来做分组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当初 比如说像金属基电组 那主要的话 它是比较偏向于是钢铁 车辆 机械 运输工具 比如说船舶 或者是说轨道车辆等等 这方面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辅导 跟一些政策的一些拟定 那电子资讯组的话 它是比较偏向于是ICT方面的 比如说像半导体 或者是通讯 软体 或者是说像 光电 然后显示器等等 这方面的这些产业别 其实也是蛮台湾的主力的这些产业的 这些发展的这些方向 那比较特别的是那个知识服务组 知识服务组 我那时候在知识服务组 大概 我的知识服务组大概也待了有六七年 主要是那时候 可能当然有一段时间 大家认为说 台湾是很偏向于制造业 所以怎么样能够把台湾的比较偏软体的 比较偏一些知识服务的一些项目也可以发展起来 让台湾这整个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健全一点 就是软硬兼备 软硬整合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有一段时间的话 我在知识服务组 主要的一些业务的一些内容的话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去推动台湾的一些知识服务业的发展 比如说像资讯服务业 比如说像设计服务业 研发服务业 等等的这些产业的这些发展 大概是那时候的一些政策的一些重点 那刚刚于轩提问的那个永续发展组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有点超前部署 你看在那么久以前就有永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全球大家都很重视 近零减排的一些大的一些产业发展趋势 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些资源的再利用 或是永续的一些发展 企业的一些CSR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永续发展 就是希望能够去推动更多的产业 他们可以将一些原料 废弃物能够去做一些再利用 让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可以减费 让它的能源可以用的更少 节能减碳减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或节省一些能源的一些消耗等等 当初我们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部署 跟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 我想这个大概是当初我在工业局的那段时间里面 所投入了几个重点的工作领域 那我们知道说邱处长后来也到了科技部 然后又再回到经济部的技术处 那这两个职位又有什么不同呢 看到的视角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我也很谢谢这个国家给我这些机会 可以去在不同的地方去做磨练 那其实你如果说把这几个工作的这些项目 把它对照起来做比较的话 工业局的话是比较偏向于是产业端的 比较产业端的末端的 但是如果说是我第二个工作是在科技部 科技部的这个产学及园区业务司 科学园区跟这个产学的合作 很多的话就是会把重点放在一些学校 那这个办公室算是在哪里 在科技大楼 就在科技大楼 那这个比较是刚刚在工业局的工作来讲 它就更前端了 因为产学合作是这样子 就是说很多教授 当然在更早以前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教授大部分都是发表论文 就publication 然后发表论文再来升等 那可是我们当初也是在推动说 希望能够把这些教授的一些研发 能够有更好的这些商业的运用 更能够带来一些经济产业或社会的效益 所以那时候的话 我们就是推动一些产学的一些合作 的一些概念 但相对在工业局的业务来讲的话 它还是比较更前端一点 更前端一点 那刚刚预先提问的这个技术处 就是我在去年又回到警机部来 但是我不是回到原来的工业局 我是到技术处的这个单位 那相对这个技术处的话 就变成比较接近中间的 比较属于这种研究机构的 研究机构的这种先端技术的发展 所以这三个工作的话 一个是在比较产业的后端的 然后科技部产学师 他是在比较更前端的 然后在工作完以后 我现在就回到技术处来 又在比较中间的这个光谱的一个地带 所以我在比较后端的应用 前端的一些理论的发展 到现在 比较研发单位 怎么样能够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东西 去做commercialization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有了光谱两端的这些经验 让我现在能够去推动一些产业 比较前瞻技术的一些挑战 然后法人的一些资源的一些配置的话 我是觉得蛮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 可以套用在现在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思考 那有这个好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历练 让我比较把整个科研的上下游 都有历练过的话 就希望也借我过去的这些工作的一些经验 能够有更好的一些发想 能够帮助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些科研 能够做得更好 我想大概这是我 很谢谢过去的给我的这些磨练 那我希望能够贡献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能够把台湾的这些产业 可以推向这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 从刚刚邱处长的学识历程的介绍 应该就知道他是这个光谱的每一端 都有历练最完整的人的这样子 那我自己的一个好奇是 刚刚处长有提到就是说 您在那时候科技部的时候 您提到的是说那时候 好像说非常有希望说促使 这种产学合作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想请问的是 那大概是在哪一个时候 然后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怎么样 您那时候在科技部的时候 感受到说民众或者是社会大众 对于所谓的这种产学合作的期待是什么 我到科技部的时候是民国93年 那时候的话是科技部刚从国科会 刚从国科会转制成为科技部 那产学师其实是一个新增加的一个单位 那个新增加单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希望能够把这个科技部 从过去的国科会的一些比较纯粹是 以学术发展为重点的这样一个方向 可以朝向一些可以跟产学多连结 一点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那时候主要的一个推动方向 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希望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过去的一些研究的一些 一些结果 可以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厂商 他们愿意合作 可以把那些研究的那些成果进一步的在商业化方面 再去往后做就对了 那当然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的经费 我们的研究经费的话 就不只是来自于政府 就有一部分的这些经费就可以来自于产业界 那产业界的话 他就是针对比较后端可以去应用的这些项目的话 可以去跟老师这边去做合作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好处的话就是说 以前国科会给经费给教授 那当然检案报告是给国科会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偏向 是比较一些publication方面的成果 可是因为你有一些钱是来自于业界 那业界总是他要求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对业界要有帮助的事情 所以就会驱使这些教授 他们可以去想看看说 我的这些研究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会对产业界能够有帮助 或者是说题目有时候是变成是业界那边会来出题 由学界这边来去做一个解题 所以我觉得在那段时间的话 我们是大概也做了很多这种产学合作方面的这些业务 那比较大家可能有听过的 那时候我们推了几个program 包括产学大联盟 产学小联盟 跟一般的这些产学计划等等 大概也创造了一波教授他愿意跳进来 做产学的一个风气 那当然再加上 你除了经费的这个益助以外 你还是要在一些文化面 一些文化面或甚至于说教授的一些升迁方面 也要能够做一些机制上的一些调整 不然有些学校他还是看论文来做升迁 我想这个有时候对教授来讲 就不一定有动机 可以来做一些产学的合作 那第二个方向的话是创业 如果说有一些产业界 他并没有办法去做承接的 特别是更前瞻型的 这些技术的这些科研 我们也鼓励他的学生 不管是硕士毕业生 然后博士毕业生 也可以毕业了以后 带着这些学校 Lab里面研发的这些成果 可以出去可以创业 这个当初也是我们推动的一个重点 但是那时候我发现 那时候有很多那种新创的一些制度 并没有很健全 有些限制 或者是说有一些诱因不够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推动的重点 就是说去做一些法规的松绑 另外我们也推了一个很有名的计划 叫做加创计划 鼓励更多的这些教授 可以去把很多前瞻的这些研究 然后勇敢的就可以去做创业 那也获得蛮大的成功 也蛮大的成功 我记得在我还在产学师的时候 过去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整个国科会 整个所有的这些教授的这个计转金 每年大概是维持在 大概是三亿元左右 那我们后来再推这些产学合作 跟这些创新创业 那短短的时间 可能在两三年的这个时间 教授给企业界的这些计转金 或者是说去创业了以后所取得这些技术股的这些价金 就超过六亿元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维持三亿元 在短短两三年之内 我们把一些法规松绑 我们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诱因的增加 很快速的把这个产学的能量 就把它double起来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初我们在推动一些产学合作方面 其实教授能量都很好 只是说我们政策上怎么样去导引 还有说我们这个法规上怎么样去做松绑 自然而然 这个风气就把它带动起来 请处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 如果站在一个学校老师的角度 在您刚刚提到的法规 松绑前和松绑后 哪些是本来教授可能不太能够做的事情 后来就比较可以做了呢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如果说教授的这些研发的成果 去技术作驾 取得这个股票的话 这样的话他就变成说 他用他的大脑所研发出来这些技术 就让他变成是一个大股东 就不需要说 教授还要再拿钱出来投资公司 懂我意思吗 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 外政做不好的话 那他还亏了一大笔钱 那很多教授他为什么会做教授 有时候就是因为 他可能也许 也许他的想法上面的话 就是比较求安定 所以你要这样再拿钱出来 然后万一亏的大钱 这个可能也许跟他的整个生涯规划的方向 属性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推动 就是鼓励他可以把这个技术 做成这个技术作驾 取得技术股 这个是当初我们在整个技术作驾方面 做了一些法规的松绑 以前大部分是比较少 就拿技术股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过去我们还没做法规松绑之前 你拿到2000万的技术股 当年度你就要课税700万台币 各位听众 我们2000万的技术股 虚的嘛 因为他是新创公司 这个东西将来能不能存活 都还是一个问题 可是700万的现金的所得税 它是实的 而且当年度就要课征 35% 这个是聚会到最高税率的 因为他这等于是收入很高 已经超过最高税率的 他就会必须要被迫要去卖房子 才能够缴税金 可是他拿到这2000万的股票 将来能不能IPO 还在未定之天 所以这个聪明的人 他绝对不会去做 拿到技术股的这件事情 可是过去大家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大家说你只要有收入 就要缴税 就算是技术股 也是股票 也是收入 也要缴税 可是没想到说 因为你有做这样子的一种 需要他去做一个缴税 那他就减少了 他想要把他的技术 去技术作价的这样一个动静 那这个技术如果说将来可以创造很多营收 你就有点像是杀鸡取卵 所以这些鸡 这些鸡的话 他就没办法就长大 生很多鸡蛋 所以当初我们在法规松绑里面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 假设你这些科研的成果取得 这些技术股 你可以缓课税 所以缓课税的意思就是说 拿到股票的话 可以不用马上课税 等有一天 你赚大钱了 你IPO 你处分了这些股票 你再来课税 OK 这才很有道理的 因为你拿到这些股票 将来如果说是变成一家公司 害了很多员工 缴了很多税 那时候你再来收税 应该是可以创造很多很多的 这种科研的这些成果的公司 比你一开始的时候 收的税收的更大 所以这只要观念一转变 把这个法规一变更 就很多教授 他就愿意来做科研的成果的 这个产业化 这也是当初我们 在一些科研的一些法律上 跟课税的一些实务上 做了一些松绑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调整 果不其然 在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缓归税的一个变更了以后 就有很多的这些教授 他们就愿意跳进来 这个做创业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从那个经验里面 我就有个心得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政府 应该也要多去想一想 我们的一些法规跟政策的东西 是不是有哪一些东西 可以去做一些松绑 假设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松绑 民间教授厂商 他们就有很多能量可以来做 那做松绑的这些事情 有时候甚至比做经费的补助更重要 这个是我在那一次的一些经验里面 所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心得 所以像现在的工作的话 我也无时不刻的去想一想说 我们这些政府的一些相关规定 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 也可以做一些松绑 我想松绑带来的这些 民间的这个力量更大 这个我们做事情的话 就可以比较因实力道 觉得我们的那个 台湾的学界和产业界 都要很感谢当时处长 还有您的团队 帮我们考量到那么多 考量的那么密密的巨岛 就我知道说 在今年的1月25号 我们的那个经济部的技术处 还修正公布 然后推出 正式推出台湾第一个科研法规 新创专案 那为什么经济部要制定 这样的新创专章呢 连续刚才的话题 就是说 这政府有时候做事情的话 就尽量朝一些法规松绑的方向 不要绑手绑脚的 其实民间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基于我这样子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工作的经验 那我去年来到技术处了以后 也是基于这样的精神 就是去盘点看看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科研的一些法规 可以做一些松绑 一样 我也发现了一些科研上 习以为常 也推动了很久 但是都没有去想过说 这样子的一些时代的转变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与时俱进要调整的地方 所以我就举个例子 你说我们过去在推动这些科研 那法规它总是防闭 它就会去规定说 你这科研的这些技转 应该用非专属授权为优先 那听众朋友可能 比较不知道什么叫非专属授权 意思就是说 你每个人都可以授权 很多厂商你都可以授权 那非独家的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 政府科研带来的好处 这完全也没有错 这个就是比较过去的一些 比较传统的一些想法 可是假设我们要去做一个 很突破性的一个技术 这个突破的技术的话 你要去成立一家新创的公司 假设你还是用这种 比较传统的思维 你去非专属授权 给这家新创的公司 那同时也非专属授权 给很多家的公司 那你想想看看好了 这家新创的公司 是不是要去募资 你要去募资 人家就问你说 你这技术 你有没有什么竞争的对手 你就说有啊很多啊 好几家都是非专属授权 你要想看看 人家投资人 要不要投资你 所以这个非专属的授权 过去这样子定 是基于防币的想法 可是我们现在最新的 这个产业发展的趋势 有另外一种 特别是国际上 不管是在矽谷 在很多国家 他们在推动这个创新创业 都有强调说 怎么样能够去 透过一些新创的公司 可以去发展 未来的这些新的产业 的这样的一个 产业发展手段 那这种新的 这种产业发展趋势 跟我们法规 在定的时候 背景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现在的这种新创 我们就应该勇敢的 就是让他去做专属授权 就是他独家的 但是呢 他独家的时候 他募资就可以 很广泛的 很多产业界都可以募资啊 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公平的啊 但是因为他独家 很多募资的这个情况的话 就更有竞争力了 所以他很有机会 他就可以成功了 应该是说 在整个这个技术 移转的这个法规的实务上的话 就可以开放一点 在这种比较属于新创的 要去做产业发展的 这样的一条路上面的话 就可以给他 用钻属授权的方式 给他做开放 我就去盘点了一下 过去的这些相关的法规 就发现 过去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法规 所以我就在新创专章里面 去给他做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说 有些法人 他为什么不愿意出去做新创 是因为 我想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我当然是情愿拿法人的薪水 我干嘛拿新创的薪水 因为这新创的薪水 这个可以拿多久 也不晓得 不稳定 收入比较少 所以你要鼓励他去新创 我觉得这个没有诱因 谁都要拿这些法人的薪水 这是他的舒适圈 所以我在新创专章里面 就规定就是说 你这些法人 从政府拿到的这些科研的经费 所取得的这些技术股 你要部分的 要给这些要出去新创的人 也就是说 他出去不是领薪水的 他出去是 在某种程度上是做老板的 做股东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增加 他愿意出去的诱因跟动力 所以这像类似像这样种种的 怎么样能够强化这些 台湾的这些法人的 这些科研的这些人员 让他有更多的诱因 还有刚刚讲的 就是科研的一些法规 也可以做一些松绑 让他变双轨制 你如果说是 寄转给一般厂商的 你就非专用授权 授权很多家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你要走新创的 你要走新创的 你就勇敢的去专属授权 但有一天他变大了 他可以害很多人了 你创造的那些税务 就业 比非专属授权 授权给很多家 效果更大 所以要看场 不要只着眼于眼前的 表面上的公平 对产业界发展并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在新创专章里面 就是在一些法规的松绑 在诱因的增加方面 做了一些调整 这大概是我们当初定这样的一个法规的重点 刚刚处长所介绍的内容都是 2022年1月25号 新推出的新创专庄里面的内容吗 对 OK 刚刚处长也讲到一个关键词 就是说寄转 那想要请教一下处长 就是说 如果像在我们的学术界里面的研发 有一些技术想要推广到产业界 或者寄转到产业界 对学术界有什么一些机会 像我们台湾的创新技术博览会 或者是任何的机会 也希望说处长跟我们做一些介绍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不管是研究机构 或者是说 学校教授 我们都认为说 他是我们社会的一些精英 你也可以去学校找 去研究机构 都以前我们很厉害的 但是我是觉得 有时候是做的研究是很好 但是因为你有时候是 没有办法把你的东西包装得很好 或讲得很好 推广得很好 让外界可以知道 或者是说你做研究 有时候是关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做研究 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对到 外面产业界的需求 所以我是技术处长的以后 我是尽量就是可以鼓励 这些工程师 你不要自己认为 自己是一个工程师 有时候你自己本身 也要有一些论述的能力 对外去做论述 然后去多去跟外面的人 去做互动 去了解外面的一些需求 然后都会去讲 工程师都说我太老实 太KP 我们有时候要做10分 有时候讲3分 有时候是很吃亏 但是因为我在科技部的时候 大概比较常常在国外跑 像我就发现有很多国外 国外的很会讲 像矽谷 像以色列的一些新创家 他们就很会讲 我不敢讲说大声 是做3分讲7分的 但是真的 他们怎么样能够去包装他自己 讲他自己本身做到哪里 让投资的人 让市场可以更了解你 对你更有信心 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刚刚 玉轩的那些提问 我是多鼓励 从事科研的这些教授也好 或者是研究机构的人也好 应该是多走出你的实验室 多去看看外面 市场 产业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自己本身 要怎么样学着 要去讲你的东西 不要开口闭口 就是什么化学室 什么公式 或什么东西 人家外面市场 人不一定听得懂 你尽量能够用人家的痛点去讲 就是说现在社会需求什么东西 现在产业需求什么东西 像我最近有在看国会院的一些 推广的一些 不管是记者会 新闻稿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最近国会院也做得很好 像你们前一阵子有在推一些 一些所谓的科普 推动科普乐园 怎么样能够让年轻人可以听懂说 我们做了这些科普的一些表达方式 是怎么讲 因为研究有时候是太深奥了 你说我们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 AI的一些热像仪 这个可能听起来就是 很不容易让人家理解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 可以让外界可以去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 对一些体温的一些量测 怎么样能够快速有效 精确的去做量测 人家现在的使用痛点是什么 多去做一些包装 那我们政府其实也提供很多场域 来协助这些科技的人 去做一些推广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举办的一些记者会 发的新闻稿 或甚至于说我们办的一些展览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南港 举办的这个Computex 也有很好的这些成果的话 我们可以去把它做整理 然后有个些专管 针对国内的或国外的一些科目 去做推广 或者是说线上去做一些推广 然后也得到蛮不错的这些回想跟效果 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学着怎么样去讲 多会去做包装 机会就慢慢就会产生 如果是以学术界的学校里面的老师来说 那处长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些 有怎么样的一些平台 让这些学校的老师除了他们可能自我精进 也越来越会讲 越来越会做这种科普 然后跟业界沟通之外 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机会 或者是平台 能够跟这个产业界做一些媒合 我们现在当然科技部那里还有这个产学的一些合作的一些program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架创计划 现在经过科技部跟经济部商量 那有关这个教授的一个架创计划的部分 现在都移到技术处这边来了 所以这个对教授来讲的话 大概有两个大的方向 如果说它是比较偏向于是我刚才讲技转型的 这种产学合作的技术服务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科技部那边 还有一个产学的一个合作的平台 跟一些计划还可以去做申请 它还有一个叫做Air Center的 就是产学合作研究中心的 那这个的话在学校里面设这个Air Center的话 只要产业界它愿意出一半以上的经费 那科技部那边也会出不超过一半的一个经费 共同在学校里面去设这个产业的这个产学研究中心 在学校里面去从事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 技术的移转或者是说一些技术的共同合作 那如果说教授是更进一步的 想要去切入到市场的一些新创的话 那架创计划现在在经济部技术处这边 也有提供一个架创的一个平台 那教授可以带着他的题目到我们 我还在工业院这边成立的一个叫做创业家学校 简称TRE TRE Program 创业家学校 就希望能够很多教授也好 或者说很多这些研究机构里面的研发人员也好 他有很好的技术 但是他可能比较没有创业的技能 这些创业的技能的话 我们就透过创业家的学校 来给他带来更多的这些训练 跟一些观念的一些启发 甚至于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做一些市场的连结 或者是投资人的连结 或者甚至于简报的训练 简报训练也很重要 我会不会说 人家听不懂 所以就是做这样子的一种 比较有系统化的一些训练 让他们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去从市场去看你的技术 以前不是啦 以前做技术 反正我就做 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这些东西 后面市场是没有需要 因为技术 产业化的事情是人家厂商的事情 不是他的事情 现在创业学校就是让他从头做到尾 他就要更谨慎去做选题了 那这些东西将来产业化这一端要怎么做 他就比较会去关切 就算是他不要去创业 就算他不要去创业 也让他好好去想看看他选的这一题 最后会怎么出场 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创业家的学校也是一个好的平台 教授也好 要申请驾创计划 我们也有经费的补助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不只是给他钱 我们法规也松绑了 另外就是说 养而不教 这为之虐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教他 怎么样去创新创业 有很多技能 简报的技能 法务上的 营运的规划 怎么样去募资 怎么样去做简报 怎么样能够去做好的一个business的plan 等等 这些事情的话 在创业学校里面 可以做一个平台 链接更多的创投 或公司创投 可以来让这些人才 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启发 我想刚刚 于轩提问的这些事情的话 大概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些平台 来协助他们 我想我们学术界的老师 一定也都有听过我们经济部的一项计划 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个计划是 由我们的技术处所掌管的 就是我们的科技研究发展专案计划 就是简称科专计划 是不是可以请助长 跟我们介绍一下科专计划 和一般的计划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科专计划是这样子的 我们科专计划是一个overall来讲 就是科技的专案计划 其实我们科专计划应该是 严格讲会分三个 第一个叫法人科专 所谓法人科专就是说 我们国内有很多大家 很习知的这些法人单位 比如像公务院 比如像资策会 金属公务院发展中心 生计中心 乃至于国务院 很多很多这些有名的这些研究机构 那这些研究机构 它设立的目的是在于说 可以在产业界 它还没有真正去碰触到这些 更成家的技术之前 政府可以先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可以先做一些科专的投资 然后透过这个科专的投资 发展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话 再提供给产业界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现在台湾的这些法人 在就做这些科专的这个布局中 所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针对一些比较中小的企业 资源比较不足的这些企业 这些法人的话就可以来帮他去做一些研发 跟技术移转 那这些法人的这些经费来自于哪里 就是来自于我们技术处 那我们去做一些国家 未来台湾的一些产业的一些需要 的布局 给他放在什么样的一些领域 哪些是要放半导体 要做什么样的题目 哪些是做5G的通讯 然后哪些去做一些电动车 哪一些是做一些生计的 衣材的一些题目等等 我们做了一些题目的一些筛选布局 然后在法人科专这边去做一些 掀起的一些研发 那第二种的话 我们叫做业界的科专 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业界做研究 这个大概也是他们的日常的 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些比较前瞻的 风险大的题目 这个有时候对产业界来讲的话 就可能就觉得 感觉上是比较犹豫一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也提供一个业界科专的补助 我们可以补助不超过一半以上的 这个业界科专的经费 帮助他更勇敢的去挑战 更前瞻的 更突破性的技术 在成本跟风险上面 可以要做分摊 这个是我们叫做业界科专的补助 那第三种就是学界的科专 那学界的科专我刚刚有讲 就是所谓的架双计划 就是说学界的这些老师们 如果说觉得说他们研发了这些技术 希望将来能够变成一个新创的公司的话 我们这边也提供了一个加创计划的补助 希望把他的这个 学术研究的成果 将来是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一个产业 所以刚刚预先提问的这个科专 这个是我们现在技术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 就是法人业界跟学界 这个三个方向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补助 我想这个技术处在扮演整个科研的一个角色上面来讲 是蛮关键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也觉得说应该是在未来 怎么样在科研方面能够布局的更完善 让台湾的这个产业界将来在整个全球的这个 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竞争 来讲应该都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在此的话 我是感觉 那也这个呼吁 不管是法人或是企业界 大家在这种在产业的一个升级转型 后疫情的这个时代的话 大家要去看更长久一点 怎么样能够去找到未来台湾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新的商机 台湾现在产业发展虽然是也还不错 但是台湾现在产业发展 也有太依赖特定产业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是更怎么样能够去发挥大家的创意 然后政府也会勇敢的做大家的后盾 多去勇敢的去尝试一些 也许可能会失败 但是能够创造我们未来新兴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鼓励大家勇敢的去尝试 那当然在政府一定会做大家的后盾 然后在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面 在一些机制面 也尽量能够松绑一些管考的规定 不要让大家觉得绑手绑脚的 那跟企业界跟这些研究机构能够携手 然后创造然后找出台湾未来竞争地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经济部技术处的秋秋会处长 秋处长在今天的访谈中不只是完整的跟我们介绍了他非常丰富的学师历程 然后在每个工部门里面的每一个职位 其实这历练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 也能够很荣幸的请邱处长 帮我们介绍了从学术研发 技转还有新创产业 这几个每一个都非常重要的面向 都非常值得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朋友们参考 我们非常感谢邱处长今天参加我们的访谈 听众朋友们下期国内人Podcast的见 谢谢大家 谢谢玉轩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处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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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